小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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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一辈子的情形状况 不行 为什么 因为以后你要做个老婆 我告诉你说 以后我会赚很多钱给你发 给你买大房子 给你买一点豪车 还给你买很多很多漂亮的衣服 和花脏皮 你们两个是我和你妈都不同意 她站那么穷 你跟着她是不会幸福的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不用了胡总 太麻烦了 以后别再喊我胡总了 听到收奋 叫我捐过就行了 胡总 你对你不错啊 你干嘛呀 吓我一跳 你今天不用加班吗 你懂得我们怎么解释啊 解释 还要怎么解释 你当初的承诺都是在放屁嘛 你说过给我买房 买车 买漂亮的衣服 最好的化妆品一样都没有 就连现在交房子首付都付不起 我的工资是你的两倍 你知道吗 不是 这才五年啊 五年 五年还不够吗 人的一辈子有几个五年 我的青春有几个五年 你总嫌我和胡总走得太近 可是她能带我上两千块 一味的饭店吃饭 能送我两万块钱一个的包包 她能带着房子来取我 能给我妈买面窝来当保健品 这些 你能吗 我真的是等不起了 若有一天 我们在冷海相遇 也许我对你还是那般深情 也许我对你的自乐早已不在 但这或许就是生命中一个必要的桥段 我选择等待不是为了让你感动 而是为了让你自己不离开 一直收藏着这个美好 等待着原本属于我们的那份未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